烧烤吃到饱 各式肉类一字排开都摆不下了 要吃烧烤 当然牛猪羊肉统统不可少 沙朗牛牛舌猪五花还有羊小排 只要顾客的胃口够大 统统摆上桌 等着武藏庙接收这些美味 像我们牛肉的部分有 牛五花牛煎肉沙朗还有骰子牛 猪肉的部分有猪梅花 猪五花对还有猪排 鸡肉也有羊肉也有 有羊煎嫩煎都有 营运俱全都可以是吃到饱的 有肉真好 为什么说有肉真好 因为肉好好吃 烧肉吃到饱不只有多种肉类吸引人 店家除了有烤肉酱之外 还有准备五种酱料任君挑选 芥末酱蜂蜜芥末酱洋葱酱酱酱蒜酱 外加泡菜搭着不同的肉类来吃 真的能够享受肉类的美味 而且业者提供桌边服务感觉更贴心 因为我们希望呈现给客人的 不是一般的燒肉 它是可以有多樣化的選擇 可以多樣化的搭配 讓客人吃的才不會油膩 是清爽型的 那你裡面你覺得最有特色的是哪一種 像我們自己調的黃芥末醬 還有蔥蒜醬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特別的醬料 客人都還蠻喜歡的 感覺這邊的醬就是 就是比別家的還有不同口味 感覺食材也很新鮮 所以就很好吃 其實我們自己烤 都不一定烤得很好 但是因為它這邊真的有周邊服務 其實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現在的餐店就是要有特色 燒肉吃到飽 有肉答案不稀奇 還有現點現炒的各式料理 絕對不會讓你吃不飽 另外最令人情緒高漲的 還有高檔的海鮮拼盤 手掌長的鮮蝦 再加上小管 再來上一顆加拿大進口的牛奶生蠔 放到火爐上烤 保證讓愛吃海鮮的韜客 想要通通吃下肚 另外業者推薦這一道很奇怪的燒烤美食 居然是大家常吃到的國民食品 蔥油餅 其實我們老闆蠻用心的 他會去選擇很多樣的食材 可以看什麼東西可以拿回來烤的 他可以拿回來試試看 吃起來的口感好不好 這也是意外的一個發現 你覺得這個蔥油餅 它烤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很好吃很香 還蠻推薦客人吃這樣食材的 只要客人來我都會推薦他吃蔥油餅 為什麼你會特別推薦 是因為它烤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它烤起來很香 然後不像一般的蔥油餅 它有這麼油的味道 多了一個炭香的味道 對 而且吃起來很像餅乾 對 小朋友很愛吃 天啊 蔥油餅居然可以用火烤來吃 那熱火烤過的蔥油餅 吃起來不像是蔥油餅 更像是蔥花餅乾 好顛覆我們對於蔥花餅的印象 業者表示燒烤的種類就是要豐富 才能夠滿足大家的需求 所以三不五時 就有一些讓人想不出來的食物 放在火上烤 烤麻糬 不稀奇 業者端出的是烤麻糬 冰淇淋 烤得熱熱QQ的麻糬 再裹上冰涼的冰淇淋 冷熱衝突的味道 當成是飯後甜點 保證這一餐燒烤吃到飽 讓你回味無窮 數位天空新聞 綜合報導